国足选率方案曝光 李铁被当成反面教材 中国足球云霄雾散 北京时间12月4日 卡达尔世界杯淘汰赛如火如土展开 2026年 三支世界杯东道主 美国 墨西哥和加拿大 三支球队已经被全部淘汰出局 其中 美国队不敌荷兰 阿甘廷也战胜了亚洲联代表球队之一的澳大利亚男组 那么 一提到2026年 美加墨世界杯 我们就必须要聊一下国足 在本届卡达尔世界杯赛打响之后 中国男足就开始备战了2026年的世界杯 中国足协也筹备了国字号队伍的备战工作会议 举办会议时间定在了12月7日到9日举行 地点处于海口市 会议上除了讨论学习之外 程序员还会牵头重点来敲定国足的选率方向 而李铁被查仪式也会成为反面教材 媒体给出了消息 协会可能会给出四位选项 第一种 选择让现任主教练李肖鹏继续带队 第二种 聘请杨帅杨科维奇担任国足新任主教练 第三种 公开选拼外教 第四种 李肖鹏现任男足主教练继续留在国家队服务 实际上在过去的半年时间内 现任国足主教练李肖鹏一直处于搁浅的状态 虽然他和足协有主帅的合同在身 但是在很多的球迷看来 李肖鹏执教的四场续赛战绩糟糕 很多球迷对此感到失望 尤其是卡塔尔世界杯 当国内球迷看到了日本和韩国能够晋级逃赛阶段 更加刺激到了球迷渴望看到国足打入世界杯的期许 2026年世界杯亚洲区有8.5个出现名额 前国足主教练米卢在采访之际 面对记者的提问直接毛随自荐 他表示如果自己来接手中国男足 有信心带领球队打入世界杯 自己没有什么压力 他认为主教练的经验能力很重要 球队更要向前看 静下心来培养年轻人 但是很多球迷认为 米卢的年龄有些大了 他的精力和战术打法 可能跟不上世界足坛的潮流了 所以球迷们还是希望国足能够给杨科维奇机会 杨科维奇在今年夏天带领国足选拔队 获得了东亚杯第三名 在和日本男足的交手中打拼 所以很多球迷对于杨科维奇的能力表示认可 而且我个人也非常赞同支持杨科维奇 严格抓球员体能的这一标准 在卡塔尔世界杯韩国队 能够逆转葡萄牙的这场比赛中 很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球队的球员体能好 在关键时候打反击速度仍然能够提上来 在我个人看来 中国男足不管聘请多大牌的杨教 似乎都不管用 我们不能好高骛远 要通过离铁备查仪式举一反三 先把足坛的蛀虫彻底铲除 严打假赌黑 2023年有亚洲杯正赛 11月就会打响新一届的亚洲区试医赛 第二阶段比赛 在这之前还会有重要的杭州亚议会 这一年的工作相当重要 国足主将来的人选必须果断确认 任务之一也是要去培养青年军 完成新老阶梯过渡 希望足协能够吃一欠长一智 但是离铁备查正是因为他的贪婪造成的 这一类的足球工作者 虽然嘴上喊着热爱中国足球 要为国足上刀山下火喊 但背地里干得涉及前权交易的龌龊勾当 正在蚕食足坛的根基 甚至是毁坏了足坛的声誉 离铁案件也有了新消息 足球报的官方社交给出了一则消息称 中国足协领导曾劝离铁 退还支教中国足球时 在武汉那边的精致收入 但是最终离铁还是不听劝阻 没有退还之前的钱财 反而更加变本加厉 用更多的手段去收敛其他的钱财 这消息一经曝光 也是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与其他的许多国家似乎一样 日本足球也曾遇到来自足球界内外的影响 之前由于亚洲足坛整体落后 难以寻找到可借鉴成熟经验 二十多年前 日本足球和中国足球 几乎同步开启市场运作的联赛和职业化管理 很快也就出现了一些球员 教练腰包迅速的鼓起来 一些在校的学生放弃踢球等现象 很快 日本足球找到了正确方向 与职业足球联盟 与文思部各司其职合力解决 以确保职业足球在健康的轨道上发展 所以中国足球也要好好地去反思和改革了 如果不能够解决根源上的问题 静下心来去慢慢发展 那么即便2026年世界杯能够打进去 国足想要走得很远 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不知道球迷吗 有什么看法 欢迎大家的关注留言和分析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